平胸手術 大部分來做平胸手術的 他們希望的追求的一個結果就是說 因為他們長期穿素胸 對於他們會比較困擾 所以他們會希望說我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我可以很自在的我不用穿素胸 甚至可以裸上半身 這時候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因為女生原本的乳孕跟乳頭的大小 就是比較大的 其實乳孕跟乳頭是比較大的情況下 你如果胸部變平了 你乳孕或乳頭很大 其實在整體的協調性上看起來是蠻奇怪的 通常會有蠻多的客人 他們會希望一併去做 乳孕跟乳頭的一個縮小的手術 那第二個就是 有些人會在意腹乳的問題 那腹乳的問題其實 都可以在手術中 一次的運用一個抽脂的方式 可以把腹乳一併的解決 那第三個也有些人會詢問的是腹部抽脂的問題 因為其實他們原本在意的是胸部比較大 造成他們可能比較不自在 結果很多人他們其實做完之後發現胸部很平 為什麼我肚子變這麼大 其實不是肚子變大 只是胸部變平 讓他們肚子變得更加的顯眼 所以也有一些人會合併 腹部抽脂一起做 我肚子變得更加的 我肚子變得更加的